財絹曲 北 canten 各位萊姻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能在星期日的下午 來參與這個春之饗宴 那麼首先呢 要謝謝各位的光臨 因為星期天下午 大家剛從教會回來啊 什麼的 大家都很忙碌 我們在百門之間 三級經文出辦事處 專門屬新聞組 這個是新聞組 新聞組組長楊貴貞主導 還有我們這邊的地主 楊海華 陳憲文化成績中心的主任 楊海華 楊主任 接下來是介紹 我們很有名今天的張詠祥 張詠祥 這是我的天賤 我相信大家 在我這個年紀上下 都非常的熟悉 對張詠祥、張先生 接下來呢 我們再介紹的是 陳偉智 陳偉智 陳偉智是 來自台北 陳偉智 陳偉智 不要太難聽喔 他對這個電影史 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 如果講起我們這個 台灣的電影的話 很無數加珍 好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 我們的僑務委員 林翠雲林委員 陳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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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桉並 陳偉智 有很多的活動 所以今天他又辦了政治想念 真的讓我們這個 大家都能夠有經過這種 畢業、文化、藝術的洗禮 真謝謝你 辦這個活動真的不容易 真的辦這種活動 不像那個什麼參會或什麼 真的是勞失動作 好 謝謝 謝謝 那麼首先呢 葛拉強 OK 我還要介紹一下 現在在幕後有很多的義工 幫了很多人 首先呢 電腦方面是有張虎 張虎 在這間張虎 然後還有賈應徵Sara 賈應徵Sara 然後有Joanne陳 Joanne在這裏 舊紅 舊紅在哪裡 在這邊 舊也是從大老遠跑過來的 她辦公室在羅來剛 好 那麼接下來首先呢 我們現在呢要請 我們要請這個楊主任 您先跟我們支持好嗎 來來來來 楊組長 楊組長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電影國寶 我們張詠祥老師 還有我們人文專的王小蘭會長 還有我們人文專的王小蘭會長 還有我們陳先生呢 會特別挑選這一部教宗教校的 提音的電影 我相信一定有他的生意 那我們就等不及看這部電影 還有聽我們這個張老師 還有我們陳先生的敬闢的演講 所以在這邊 我不耽誤大家時間 我們趕快來聽我們這個 這個張老師跟陳先生的這個言論 還有精采的電影 對不對 好 謝謝 謝謝 楊主任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今天的地主 楊主任 楊海花主任 陳縣文化服務中心主任 謝謝 這個王小蘭 王會長 這個楊國町楊主長 我們調委委員林鄭宇林委員 黃豐芬顧問 還有徐再生顧問 我們的王鳳恩 王書記委員 還有在座的會長 在座的湘馨 在座的喬基縣朋友 還有這個張詠祥 這個張老師 還有這個陳組長 這個大家午安 大家好 這個非常高興 這個美國人文專 我們的基金會 能夠在我們中心 來辦這個春節饗宴的活動 我去年也參加過他們的活動 那我覺得他們非常有心 這個把春年的信息 帶到我們中心來 對我們中心增加這樣子的 社交功能 其實我覺得非常感謝 那今天也特別選擇這個 提音片子 其實我們中心 最近應該接到很多的電話 我們在幫忙管宣的時候 就很多人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放映 然後也告訴我們一些 也在希望我們來這邊觀賞 我相信今天的這個節目 一定非常精彩可奇 其實我對電影也是非常的 對這部片 對這個電影文化工作 因為我家以前住在台灣的 隔壁的鄰居 他就是一個東影的一個攝影師 後來當導演 他只拍了一部片 他拍了一部 李娜豪冷的小手之後 他又回去做編劇了 因為那個 那部片 他就拍了一部這樣子 所以這個 我們的鄰居是一個電影文化工作者 從小的時候就看到他 這個電影文化的這個投入 那藉由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我相信可以促進這樣子的一個多元文化的交流 他也都要感謝這個人文化基金會 希望更多在我們中心來辦這樣的活動 謝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就請我們主辦單位的 這個會長 王曉南 王會長 來來來 王會長 真的他真的很辛苦 他這幾年辦了好多活動 每一年都至少有一個大活動 至少一個 謝謝主持人 謝謝楊主任 楊主上 還有各位朋友 我特別謝謝我們的義工 跟他們忙了很多忙 當然特別謝謝張楊璋老師 師母 還有我們的韋芝 從台灣來的 那我們人文專是從2013年 今年是邁入第五年 非常感謝我們金融處的支持 還有其他單位的支持 我今天也不多說了 我想今天的節目很精彩 那我今天要談的是李漢翔 和他的古典情報 我想大家對李漢翔不陌生 我們這裡有兩位電影的專家 我想請他們來介紹 那韋智呢 之前是在台灣電影中心 他是出版組的 研究組的組長 他對電影的熱愛 你不知道他可以從台灣飛到紐約 從紐約飛到洛杉磯來看一場電影 那他這次也是來洛杉磯參加電影節對不對 他真的是熱愛電影 他是 鄭大畢業是MYU電影系 跟我們台灣很難得有這樣的年輕人 我們張詠祥老師也是非常提醒他 所以今天很高興他們兩個 我也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韋智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今天很特別 他把那個李漢翔過去的一些電影 從五零年代 大家耳熟能想的電影 他剪了一個短花片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當年梁山活著英台的這個片段 江山美人的片段好不好 要把時間交給我一次 很開心也很緊張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李漢翔導演 那題目呢是跟張詠祥老師 還有跟卡拉會長一起訂出來的 就是李漢翔導演和他的獨戀情話 我自己身為李漢翔李導演的影迷 從小到大一直到現在 那覺得非常開心的是 因為去年2016年呢是他90週歲的名單 又是40週年紀念 很可惜李漢翔導演 這麼重要的一位電影人呢 他在我們說兩岸三地 大陸台灣香港 卻沒有一個大型的重要的 包括紀念儀式或者紀念影展 這是相當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我自己因為在做電影史方面的研究 講研究不敢當就是影迷嘛 然後想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 把這些經典的灰塵膽一膽 重新整理給年輕一輩的電影創作者 以及電影工作者 電影觀眾能夠欣賞 能夠從中得到 從我們的這個legacy當中得到一些啟發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呢 就一直有在整理 特別是李漢翔導演的作品 那今天呢 帶了小小的一段大概15分鐘左右的片段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台灣呢以前曾經流行這個 餐廳秀這個歌舞秀 這些歌舞秀呢 總是小排先開場 所以我今天小排先開場 我們等等再來聽聽 張永祥老師怎麼樣子談 因為他和李漢翔李導演 也曾經密切工作過 合作過電影 那我們等等來聽 還有這次的提音這部電影呢 也是最後跟張永祥 張老師確定下來的這部片子 那所以等等我們可以聽張老師講呢 開場就由我來先為大家開個場 希望大家都能看到這個畫面 我們已經把聲音調到最大 如果說聲音上面有稍微有不足的地方 就只好請各位張大耳朵聽一聽了 我們這個旅程從1956年開始 1956年之前李漢翔還不是導演 他是非常愛表演的臨時演員 特約演員 副導演 地下編劇寫手 他的早期作品包括林黛的翠翠 金鳳 春天不是讀書天 吃耳光的人等等 一直到1956年 當時有一個 我記得是國民黨在香港的所謂的情治機構 他們要撤離香港 他們要撤離香港 然後手頭上有一筆錢 在那個大家都看電影 全民看電影的年代 投資什麼事業把這筆錢花掉 最好呢開一片公司 開一部電影 這筆錢恰恰好夠 請一個女明星 剛剛登仙的李立華 小明姐 那所有的錢請了大明星之後 就沒有錢請編劇跟導演了 小明姐就說 有一個咱們姓李的童宗 年輕人 很有衝勁 要不要考慮他 所以我們就有了1956年的學李童宗 這部電影 短短幾秒鐘 看看這個眼角風情有多麼多麼的迷人 剛剛走過去是挪威 這部電影呢 在座各位如果有 對於早期的我們中國話劇 或者是中國文藝 稍微有些涉獵有些記憶的 施陀先生的話劇 大馬戲團 是李漢翔導演 《學李虹》這部作品的原版 當年大馬戲團首演的時候 主角不是女人是男人 是那時候號稱全中國最會演戲的 石灰先生的大作 到了電影當中呢 男女意味重心擺在了《學李虹》身上 那從《學李虹》這部 李漢翔導演正式的處女作開始 李漢翔導演一直 終其一生他最關心的 就是一個性格強烈 在大時代的衝擊之下 有他獨特人生魅力的女性 不管是《學李虹》 不管是李鳳姐 不管是聶小倩 駐英台 西施 楊貴妃 王昭君 甚至到他 到他後期拍攝 我們所謂的風樂片 他拍《金瓶梅》拍過五遍等等 一直以來他所關心的都是一個 在大時代衝擊之下 性格強烈而 獨特的女性角色 那講到了江山女的 我們要來看一下李子黛 很讓人吃驚的是 當時是1958年所拍攝的 那個時候在香港邵氏片場 或者是在他們敵對的國泰公司 拍彩色片還非常非常的少 當時國語片裡面呢 國泰公司拍了葛蘭的《空中小姐》 拍了陶琴導演的《龍翔鳳舞》 然後邵氏這邊呢 因為李漢強看到了大陸拍出來的黃梅調戲曲片 《天仙佩》就是董勇七仙女的故事 他終於成功地說服了邵氏當時的老闆邵尊仁先生 說求求你讓我拍古裝片 我好想拍古裝片 邵尊仁邵老闆說可以 只要你拍古裝歌唱 你要怎麼古裝我都可以 那李導演想拍古裝 邵老闆想要拍歌唱黃梅調 於是就有了第一部《貂蟬》 在當時拍貂蟬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黃梅調電影是怎麼回事 林黛呢沒有演過沒有學過戲曲 趙雷穿的那個鎧甲非常笨重 把據說把馬壓的都快要喘不過氣來了 可是當時那部電影的《滇舞》還有《身段之道》 李導演找了一位非常優秀的前輩 既懂戲曲又懂電影 上海時代的所謂四大名誕之首 袁美雲小姐 袁美雲替貂蟬這部電影編舞 而林黛中間演到貂蟬敗月一場戲 他捧著酒盤捧著香爐走過盛 OK 拍完提音 李漢強導演呢自己在自傳裡面寫說 我遭到白色恐怖 為什麼我被限制出境 那時候真的是得罪了太多太多的人 被什麼人放黑寒可能自己都不曉得 他就真的被限制出境 那時候提音要到日本去做後製 還需要那個提音是國聯拍 那出品呢是國防部的中國電影製片廠 軍方的單位 還需要中製廠的老闆 每一場林先生出面坐保 他才走得掉 然後他到了日本 就拿他的香港護照回香港 不要留在台灣了 太傷心 傷心之地 回香港之後呢什麼都沒有 他最慘淡的時候 是早上就帶了一顆饅頭 然後坐在馬路上面發呆發一整天 一個當年拍兩座江山美人武则天的大導演淪落至此 然後呢 漸進看盡人生百態 他就把那個人性最骯髒黑暗的一面呢 用集錦片的拍法 拍成一系列的騙術大觀 騙術奇探 一連拍了三部騙術片 每一部都大賣座 最後驚動了邵氏公司的邵老闆 把李漢翔請回邵氏 那是他演藝生涯另外一個高峰 我們來看兩小段 他這個所謂另外一個高峰的精彩作品 先放一小段的風月片 沒有這個裸露場面 可是可以給大家看一點味道 北地菸汁 北京城一個妓院三百年的故事 中間有一段是老舍的原著 有一段是平坦傳奇 有一段又是他們自己編出來的 然後一個立體的 打簾子見客 每一個小姐每一個姑娘都有故事 美寶 美寶 寶串 寶串 花生八千 大家一定會好奇 李漢翔導演拍大片 我們剛剛看一點點楊貴妃 我們回頭來看看西詩 我把最大的場面 賣個罐子不給大家看 我們看精彩的小場面 他可以玩古典玩琴槐 玩到什麼程度 江青自己編舞 自己演出 也要聽到 那一段時間 我們會有機會 你會想看 你會想看 我會想看 你會想看 我會想看 你會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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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一段给大家尝尝味道 地板上面有铜片 铜片下面有翁 脚步有轻有重振动铜片 铜片振动底下的翁 它就有声音 这是史书上面记载的小蟹狼 那管娃公的一个小的走廊 在电影里面呢 居然透过美术设计 还有江青的编舞 以及王建涵先生的摄影 把这个我们传说中的文化想象 重现在电影的屏幕上 非常非常表不齐的一个段落 时间的关系 有一些大戏桥段 很抱歉 我必须跳过 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已经把这段完整的视频 丢到Facebook上面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这样子 我们要进到他后期的 这段可以看一下下 这是请博请成 他在邵氏片厂里面 把紫禁城搭出来 请卢彦来演 慈禧老婆演 电影一开始打出字幕 甲午年 老佛爷六十大寿 甲午战争打到天津大湖口 该怎么办 这部电影 然后这段是 老佛爷用早善的段落 大家如果到外面找那个DVD 会看不到这场戏 DVD是短版 这个长版才有 苗天演的李年音 其晚改种种仪式 种种排场 那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是甲午年 一个国家要王 一个王朝 要王 还王得这么有气魄 狄龙演 光绪皇帝 这什么 公文简 爹里总管的是常规 每个篇都有的 我怎么不知道 您不知道的事儿 还多人 好 下一个段落 可能有朋友看过 可能有朋友没有看过 李爱强导演和新生代演员合作 拍青春版的《红楼梦》 最早是找林青霞演 林黛玉 张爱佳反串贾宝玉 拍定妆照的时候发现 哎呀 青霞比张爱佳高了半个头 李爱强导演就下令 交换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的 俊俏的不得了的林青霞 这个俊美 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的刀马蛋 以及东方腐败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 外刚内刚的林黛玉 而张爱佳的那个刚强 让林黛玉这个角色 有一个1970年代 时代新女性的一个特色 很多人批评他眼睛太大 怎么像林黛玉一点都不柔弱 可是我却觉得 张爱佳的林黛玉演出了一个 新时代的特色 他把林黛玉刚强的那面演出来 这场戏我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傻丫头告诉林黛玉说 宝二也要去宝二奶奶了 然后林黛玉就发疯 冲到怡红院去 贾宝玉 你到底要拿我怎么办 你到底要拿我怎么办 你自己吃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是水中原 一个是金钟光 很不一样的《红楼梦》对不对 我今天时间其实差不多到了 最后就是很快地给大家看过去 丽华演的《武则天》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他进攻的场面 全部棚内就是这个气势做出来 我们每次看这段都会 戏里面就低估 范冰冰你算奶跟葱 看看人家小明姐怎么演的 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说的《法簪》 还有《耳环》 走一步 追一下 走一步 追一下 最后我们用梁柱做结 一样我不选著名的段落 我选我自己喜欢的段落 两地相思 我们从来没有在电影里面 华语电影里面 看到 听到这样子的音乐 结构 这样子的情怀 我们所谓的古典情怀 那两个世界 透过歌声 传递了很多很多的情思 还有李安强导演最擅长用的布景小道具等等 以及一个眼神 一个手势 这些源自于戏曲的点点滴滴 歌词又写得好 这是我的另外一位偶像 李俊青先生的大作 朝思良暮思良 一别长平岁月长 卧病疏疮君知否 满天心斗也除凉 一个意境在那边 那当年呢 在邵石公司六个摄影棚 五个棚全部搭梁柱的姐 据说呢 每天早上早班 那个真花真草从外面砍进来 把十八相送的井铺好 李翊翔就会亲自跪在地上 挑门跟草的角度 挑好了之后呢 才开机 这样 所以一些点点滴滴滴 跟大家分享 我占用时间太多了 我们必须把主场交还给张永强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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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我跟林安翔没合作过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情报 我只知道他什么片子都拍 什么片子都拍 他还拍风月片 他最会最懂得市场的一个导演 而且他懂的戏 他自己会表演 我在跟他讲 他跟我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那个口才是好,我记得来不及,我不是个编剧,我好像是个记录一样。 我这样跟他合作,杨茜茜富裕,说我有点不客气,就是这样。 他真懂,而且还有,他懂的戏,不一定懂的生活。 我希望你也加一点片花,一点小小的片花。 他在排完了推营以后,他不相信在台湾的技术,能够把配音、创新企业这些后制的工作,都不要总之上来做。 他要亲自带的这些底片到日本去。 所以杨茜茜,尤其是提营,他要亲自跟日本人合作,日本人音乐师,日本人乐队作曲,他要亲自在那里监督。 在监督这段时期啊,他家里没有粮食吃了。 他这个夫人呢,张翠茜,到中指厂来找梅厂长,来借钱过年。 我认识李夫人,李太太,我说,李大吉他现在有什么事。 哎呀,我说,过年过不去了,找导演找不到。 要过年了,家里没有钱。 他,你还想做还这么多?我就是把我的片子做好。 这个最重要。他是这样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一个人。 所以他在台北待得一塌糊涂的这个原因。 他住这个房子,光抵押就抵押了三次。 刚刚讲到的是林涵翔艺术的这一面。 我讲他露气的这一面。 他喜欢坐大的,没有大的车。 而且他一动啊,就希望几个编剧和导演都跟在他旁边。 所以那个车塞得慢慢慢慢,我都上不去了。 但是呢,他一说起来,眉飞色。 是高兴,是高兴,是兴奋。 所以,他,当他没有进片厂之前,片厂里边,一批工作人员。 哎呀呀,做什么都有,都没有工作。 我本来只要是一种喊一声,就是带王来了。 带王是谁?讨厌的。 完全,一点声音都没有了,都在工作。 这个时候林涵翔艺术,所以他带王。 他在艺术方面,他的认真让我们配合。 他做人方面的话,他完全是个艺术家。 而且他是一个最懂得生活的艺术家。 我们看他的题材,他什么题材都会拍。 他什么题材都好? 一毛钱,什么《雪梨红》,什么《风月片》。 他又拍了四部《风月》。 你好好地大导演,就拍什么《风月》。 跟他拍《风月片》,他也拍。 所以他什么程度都懂。 所以,别人会因为他喜欢拍《梁柱》。 不一定。他的生活片拍得非常好。 我跟他合作《鸭子江风月》。 他在说戏的时候,我在记录。 他发现这个演员特别好。 在那个时候有个叫欧薇的演一个日本大作。 本来剧本里面那个名字都没有。 就一点心没有。 他一发现看了一个片段的, 他就觉得这个演员好。 他马上给他加戏,加了很多戏,变成配角。 他临时加戏。 他自己懂戏。 我刚刚刚才讲到那个想蝎蓝那一段。 这个江青在跳舞的时候。 有人在现场看了他们说什么。 说你还想那个莲花纸啊。 他那个莲花纸走什么步。 说是比江青还好看。 那他会做。 有一次。 我怎么样见过他呢? 一直在西冰丁。 看一张海报。 你看见过这个名字。 美术指导李汉祥。 导演呢? 导演呢? 导演会用名字。 人呢? 做电影的话, 你一定要去卖座。 当你卖座以后, 你就是最小的一个小粒的植物。 一个美术指导可以把名字比导演名字还大。 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成功。 这个生活方面的话, 他可能不是那么在意。 也就是我所说的, 他生活这一面的颜色。 但是, 我必须要, 我说一句, 一句话, 就是他是最懂的道具。 服装, 布置, 美术, 表演。 他是一能工演戏。 所以, 他能把一个很小的井啊, 不太重要的一个场戏。 如果说, 大井来不及了, 他就把梁柱, 最慢说, 打破记录着梁柱, 这波片子才用到了四个井数, 五个井。 没有一个外景, 就在他那个棚里边, 桥里桥外, 鸳鸯糊糊糊, 完全家里边上读书。 就这个井就被他打完了。 非常神。 那个时候, 你还想想, 没有活物啊。 没有拍梁柱之前, 刚刚讲的一样, 他很困难。 关于他的古典情怀, 才给各位报告这个, 这个井这一方面。 那个时候, 杨森香卖座, 梅柱里, 希望能够再排, 焦笑的一部电影, 当时是干几菜。 这个井营, 我记不住。 绝对不是我提出来的, 也不是, 梅昌岭, 可能就是, 你还想, 他想到排这个, 提英救护这个舞台。 我们也可以勉强说, 他的古典情怀。 他不要握这个编剧了。 握这个编剧, 就在他讲的话, 就跟那个鸡肉差不多。 所以, 他就找了一个懂得古装的一个作家, 叫高杨。 在联合部, 有连载, 长期连载小说的, 专门是请宫廷西的高杨。 请他来编剧。 高杨不是个编剧, 他没有编过日本。 那怎么办呢? 他就带着高杨, 两个人到了日月潭半个月, 没有回来。 没有消息。 在干什么? 不知道。 回来了以后, 我们才知道, 他们两个人在日月潭席, 提英救护。 这一次, 专资金会, 问我的意见, 要不要像这个村子响咽的话, 选什么定义。 我建议, 提英。 因为, 大部分故事, 我记得不是那么清楚。 我们来好好看看, 提英。 这个, 其实这个背景很简单来讲, 这却有歧视。 却有歧视。 不但它, 大概来说, 可能电影跟这个, 原来的事实有一段距离。 这就是各位, 大家看电影的时候了解, 哎, 我看了书上, 介绍这个, 提英救护, 跟这个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电影跟戏剧里面的差距在哪里。 这里面有一个男主角, 就是谢贤言人的角色。 我, 我在那个iPad上也好, 在很多书里面, 我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 说他是大弟子, 我不是大一个大弟子。 里面就是说, 纯玉益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很多病家, 他看完了病以后, 他看了那家病家很穷, 他一毛钱不要, 掉头就走。 他看这一家人呢, 那个生活是糜烂,那个人胖着躺在床上动不了,还要吃药,吃了就不跟胃猪一样,不堪转身就走了。 所以人家却得罪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大家联合起来,把淳于义给告,说他见死不尽。 所以基本上这样发动,因为书内容里面有很多改变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李涵翔他个人的创建,我们好好来欣赏这部电影,需要补充的,我们再慢慢补充,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没关系。 我们尽量把时间拢索看看这部《教授的电影》,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荧幕有点小,请大家多多包涵。 两边都可以看。 在来吧。 在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教授的电影》。 Dirmaik here. 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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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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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